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似乎从童年时期就开始撞脸 让人傻 差分不清楚 不过小巴觉得蔡依林的嘴唇更为丰门和性感 一些因为长得像 林心如还和蔡依林合作拍摄了歌曲 不一样又怎样的MV 穿上婚纱 攀起头发 两人的婚纱造型小巴给满分 MV中还有两人亲密热闻的镜头 看着小巴有点害羞是怎么回事 其实现实中 林心如和蔡依林也是感情不错的好朋友 小巴记得当初林心如还没公布怀孕消息的时候 蔡依林还不小心说 弄嘴了呢 看来两人的关系真的很亲近 有一句话叫 闺蜜是另一个自己 也不知道是不是林心如和蔡依林相处久了 所以两人就越来越善了 哈哈哈哈 不过好像林心如的气质更加温暖一些 其实娱乐圈撞脸的明星可不少 除了林心如蔡依林 其他众所周知的撞脸明星 比如佟丽娅和董璇 刘依菲和刘诗诗 以及的那英刘嘉玲舌诗曼的连环撞脸哈哈哈哈 甚至还有男女明星或性别撞脸 像是吴佩慈和黄力行 钟嘉欣和吴尊等 但最搞笑的还是明星跟动物的迷之撞脸 周冬雨撞脸小黄鸭 马思纯撞脸海绵宝宝 林耕心撞脸啊哈 半冰冰撞脸螳螂 诸如此类的明星和动物撞脸 神灯狗小巴笑上三天三夜了哈哈哈哈 不知道你们觉得还有哪些明星也撞脸了呢 沙uci